你一个月挣六千块钱 我一个月挣三千 然后呢咱俩把挣那个钱 都放我妈那家存在 你俩一个月 那不行 那不行 到哪存在去了 跟我妈那个 我妈我爸那个 咱俩留的以后过日子 完了我一个月 王哥八块钱 我给你七块五 给我七块五 还给我花七块五呗 但是跟你妈那不行 咱说以后钱归谁管 结婚 结婚的肯定是 谁顾家归谁管 找这样的对象咋样 找这样的行 但是我嫁不如他怼的 他怼的我 是会过日子 就是脾气不大好是吗 对 性格差不多 性格挺好 对 性格和我差不多 挣的钱都是 拿血汗挣来的钱 肯定不忍心那么花 好 大家看一下 小伙第二个短片 继续了解一下 为啥我拼命这么赚钱呢 是为了能让别人看得起我 因为我以前出过一个对象 他在他朋友面前都装不认识我 就是因为我当时工作不好 也挣的也少 像我这样不能靠家里的 只能靠自己 所以我就得拼命赚钱 抓紧时间挣钱 我找对象 不想找爱做的 爱虚荣的 我喜欢温柔中带点小脾气的 就是偶尔能吃的我 怼过我一下的 能管管我那种 但是你太能吃的也不行 我怕我驾驭不了你 我呢想找幼师和护士 我觉得幼师在学校和小孩接触 他的脾气应该很好 护士接触患者呢 比较有耐心 如果你没有工作 我也可以介绍 只要你能正经和我过日就行 不上班我都能养你 来 正好 佳希 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来 您说 帅哥 你好 我是一名幼师 我的爱情宣言是 会哄孩 会做饭 贤会聪明 真能干 好 然后我呢 就是属于那种脾气里边 有一点点小暴躁 就是能 就是少少能管着你一点的 但是我是最好的 就是我能持家 然后带小孩做饭什么的 我都可以 比如说像你工作辛苦 打个比方来说 就是比如说 你四点需要起来去外面工作 那我三点半一定会起来给你做饭 非常好 会做什么 最拿手的是什么 我家常菜都会做 真是挺难得的 王老土是幼师你知道吗 知道 王老土 这好像恐怖故事呢 我总觉得你跟他们 都不是一个风格和气质 我咋不是呢 那一红班也不需要挠菜 虽然我不 你再说一遍 什么玩意不需要什么 一红班里头老师也不需要挠菜 东北话说的挺硬的 听不懂 一红班不需要挠菜 对 不行 那不得家里得需要挠菜 家里挠啥玩意 我都使劲放 你敢吃就行 我在 就是现实生活中我是这样 但是我上班的时候也不是这样的 我真的是一个特别有耐心的人 就真的是 老师没有几个温柔的 就我特别受家长的喜欢 尤其是那些大姨呀 大姨夫啥的 就比如说来送孩子来了 你送孩子来了 我说大姨夫 我今天送孩子来了 早上好 早上好呀 小宝贝 我就会这样就特别特别温柔 特别特别甜 而且我说 哎呀大姨呀 那个孩子今天天气有点凉了 你在给咱家宝贝的时候 明天给多穿一点啊 你给咱家宝贝冻着我会心疼的 就跟我孩子一样似的 完了那个大姨夫 你给咱家宝贝多穿点啊 我就会这样似的 就有一天 我是身体不适 没去幼儿园 我那电话都打爆炸了 就是说哎呀津津老师啊 你今天咱没来幼儿园呢 你明天能不能来呀 孩子回家都说了 就有点不愿意去了 就是这种的 哦 他这种性格能教出来 这孩子能教出来啥样的 也滋杂活了的 你感觉呢 感觉做得非常好 做得非常好 就只不过大家在台上看到的 都是滋杂活了的王老徒 没有机会让大家看到那个 哎呀很很可爱的呀 很很温柔的那个小的 那个小王老师啊 他只是内心吧挺怕受伤 但是太想在哪 就是在于人群当中吧 就是特别展现了自己那种 就感觉是这样 啊想在人群当中展示自己 所以就把自己强悍的一边表现出来 他就感觉这种性格 哎呀你别说啊 你看你看人和鹏 还挺了解姑娘的呢啊 不能再回去 把所有的精力放在赚钱上 为什么 原来赚钱是为了改善生活 你就努力的干努力的干干着干着 就把赚钱当成目标了 忘了啥 忘了生活了 啥是生活呀 你得把生活倒出一点空啊 留出一点空给女朋友 去享受生活 你可以了 两套房子都有了 事业也有了 主要是 可以拿出点精力和时间 主要是接受不到女生 你要先把你的时间空出来 然后就会有女生走进你的生活 好 谢谢艳志 好吗 不能光顾着赚钱 好 谢谢艳志 我们掌声祝福和鹏 希望你幸福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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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